原标题 大消费亡者归来 8月23日 天字材料宣布了多个的投资建设计划 合计投资金额约55亿元 接受采访的超大型基金经理认为 重点关注供给偏紧缺的细分领域 新能源部分板块产能大规模扩产后 股价上涨的动力可能也将减弱 部分基金经理仓位已开始转向 与火热的新能源板块不同 尽管消费股整体表现提弱 但已有好转迹象 一些市场人士认为 现在的新能源基金 很可能就像年初的消费主题基金 而当下的消费主题基金 很可能正在回血的路上